Vους 哈囉,大家好,我是過個 那我們今天影片的主題呢 要來分享一個滿汽車的任務 對於我拉 可能對於有些人不是 可能會浪費你半小時到一小時的時間 好,那,幫你節省這個時間 這是生命武器跟裝備的任務 那你任務完成之後 會拿到一個神命盾 以及这个生命之宫 那开毒剑用 那我觉得外观上的话还好 首先这两个任务的话呢 你必须要从这个大树底下的这个肚子 一路往上 然后到这个纳末米的地方 那你到往上之后呢 他会说请你帮我寻找这个 一开始会找生命剑 然后以及生命枪 那剑的话比较简单 你就往上爬 大约在这个位置吧 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枪的话比较阴险 枪的话是藏在这里 藏在这一个嘎嘎角的地方 那你拿完之后第一阶段任务就 就这两个就过了 那第二个的话他会说 请你帮我找这个生命盾 那生命盾的话呢 我那时候在外圈 他是有提示你说没有在地面 然后也没有在肚脐 可是绕了一整圈还是找不到 那后来呢 看看看看 好 无意间 我们从神庙这里出来 那我们不是会进来他的肚脐就是道具店这里吗 你仔细看 大约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生命盾就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先拍照拿个图件 然后拿完之后就从肚子这里 一路往上就回到刚刚任务的地方 那他会说感谢你帮我找到了 那我再送你一把弓吧 就可以开这个图件 那我觉得就 就早点找完 不用浪费时间 就分享这个点 我也给你 我觉得这个任务还蛮记车的 好 以上呢 是这一次声明系列的任务啦 那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了 那一样 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那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